周日,戴安娜王妃已经57岁了,这位已故的皇室成员深受世界人民的怀念,尤其是她的家人,包括她的儿子们威廉王子,还有哈里王子。 多年来,威廉的妻子凯特,其实每时每刻,都在向自己的婆婆,戴安娜王妃致敬,从她的女儿夏洛特公主以戴安娜的中间名字命名,再到戴着戴安娜最喜爱的头饰和珠宝。 在2016年一年一度的英联邦仪式上,凯特王妃戴着她细今最传统的帽子之一,这是著名的约翰·伯伊德·执安波创作的一种宽颠帽子,她似乎是在向她丈夫以雇了母亲致敬,因为她选择了一件戴安娜最喜欢的帽子。 尽管伯伊德在1967年开始为王氏工作,但在80年代戴安娜,经常戴上她的头饰时,她的人气达到了顶峰。